很多朋友都吃过我们家的西红柿 都反映说你看这西红柿怎么这么好吃 酸甜不说 这个沙郎特别的可口 而且西红柿你看一个个长得规规整整的 这个红绿绿绿绿特别健康的饱满 所谓的纯有机就是不用农药 不用化肥 有充足的日照 用雨水或井水来浇这个素菜 树上熟啊 就是说这西红柿啊 一定要在树上长熟 你摘下来再吃 这个新鲜的吃 这口感啊才特别的好 超市买的西红柿为什么不好吃 这口感啊 这个既不酸也不甜 口感也不好吃的 就像一个娇皮疙瘩 就是因为超市呢 它这个从农场摘下来之后 到超市 上架的起码要有快了三三五天 慢了得一个礼拜 因为它要经过入库物流周转 所以它摘的时候呢 一定是这个百分之七十成熟 它就必须摘了 我这菜园这蔬菜 可以说做到了百分之百的有机 首先呢不用化肥 不用农药 日照充足 另外呢 我这个胶地的水啊 你看管的没有 它直接我这个水管直接通到后边的树林子 这边呢是一个堆肥池生产这个有机肥 我们家有两口水井 前面这口井呢 它是供室内使用的 它要经过过滤软化水装置之后呢 进入到厨房和这个洗手间 森林子里边呢 还有一口水井 这口水井呢 是专门这个农用的 也就是说 椒菜地 椒花圆 用这口水井 今天我带着大家去看看这水井 这地方我轻易我很少来 就是 有一次维修 带着这工人来过一次 在米林的深处 这个在 这森林也是属于我们家定地之内的 这里边就是小鸟的天堂 进来以后啊 这鸟挤咤咤咤咤咤咤的 这好像它不欢迎我过来似的 这块你看这块 这个带绿盖的 这个就是一个农用的机井 这是自动的 你不用管它 几乎是免维护的 150尺深 一个深井 它可以给我的这个蔬菜 提供这个纯天然的 没有任何化学元素的 而且含有丰富的矿物 这个井水 用它来浇地 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菜地的蔬菜啊 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这个游击 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 你只要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极致 那么你这个成果啊 一定是与众不同 声音症的